好 今天亲民党这场记者会除了宋楚瑜炮火四射 他的子弟兵也是获利十足 副主席张朝雄谈到联署被打压一度哽咽落泪 而要参选立委的李敖大力批评马总统的关键 不再无能而再独裁 一人说和平协议要公投的是马总统 最后要收回的也是他 拿着纸巾 评评试泪 亲民党副主席张朝雄想起联署过程的辛苦 当场哽咽了起来 我们看到很多很多 最爱的是 宋主席常讲一张选票一式选 我的感觉一张连鼠诗 连鼠诗呢是几代语 稳定情绪后张朝雄发动攻势 批评马总统的外审人原罪说非常不可取 为什么有七百多万的人 已经选你当中的 你还有对这块土地 这块社会觉得有原罪的委屈 难道台湾要选你当皇帝 你才会觉得没有委屈吗 金马体系对台湾是太可怕 张朝雄骂完代表亲民党参选立委的李敖 接力讽刺 可能是骂过了头 李敖一不留神叫错了副总统参选人 林瑞琼的名字 选出宋主席 张院长 天才而同 台上骂的麻辣 台下支持者的情绪也受到鼓动 人群中出现了一个焦点 就是酒味露面的艺人于可欣 从我第一次我刚出报的时候 他是那个时候新闻局长 他主持的金马奖 我就觉得说比所有历届以来 是特别生动 特别令我印象深刻的一次 那时候我所写下 我的偶像就是宋楚瑜 有温情力挺 也有子弟命的炮火支援 宋楚瑜的这场选战 确定不会孤单 此次新闻配文 沈培志叶燕生台北报道